欢迎大家今天再次收听我们英国香港护士协会 Hong Kong Nursing Association UK的节目 今天很开心请到汤永延医生 做我们今集的嘉宾 欢迎了汤医生 汤医生是英国GMC注册的家庭科医生 他在NHS已经有12年做GP的经验 他还会提供私家的网上或者电话诊证服务 接下来好像听说还会计划会有私家的面诊服务 接下来这一年多集汤医生会和我们分享一下 怎样在英国做到GP 还有看GP当时的小提示 汤医生我知道你在英国读医 毕业了之后 怎样才能做到GP家庭科医生呢? 你好阿诚 首先我想自己自我介绍一下 我在香港出生的 未读完小学就移民过来 也好像你说我在英国读医 现在做了十几年的家庭医生 今天就想跟大家讲一下 在英国我们如果想做家庭医生 是怎样入行 还有分享家庭医生 我们途径工作方面 是我们会做些什么的 第一如果你想做GP 当然要先进去医学学校 拿一个医学士 辅助医学 通常在大学就会有五至六年的读医 可以Postgrad 或者Undergrad 都是的读医 毕业之后 我们做了医生之后 通常在医院就会有两年的 我们叫做Foundation Training 这个Foundation Training 就会在不同的Rotation 就去不同的专科那里做 通常就会在一些内科和一些外科 或者有时候会有一个GP rotation 就要拿一些临床的经验 内科譬如包括一些心脏科 呼吸系统科 腸胃科 外科例如有些鼻尿科 血管科 骨科等等 也会在门诊那里去拿经验 在这段时间你都会有很多on call 在周期那里做 通常在第二年的Foundation Training 我们医生就会开始想想 你想读哪一个specialty Training 就会去报这些专科的训练 如果你去想做家庭医生 那你就会报这个 General Practice的Social Training 就是现在你就会在这个 好像叫Oreo 去apply它的application 接着来你都会做一个 叫做multi specialty recruitment assessment 的考试 好像在电脑上的问答问题 就有两个部分 第一就是Professional Dilemma Paper 另外就是Clinical Problem Solving Paper 是这样的 好 Toy醫生 我又想问一下你 你说刚才Foundation 第二年的时候 你们就选了Gin4 那之后 其实我继续想走GPE的路 那是有什么training 我要做的呢 是的 那在GPE三年的specialty training里面 那头那两年呢 你就会有很多不同的rotation 在Gin4那里rotate 那譬如全部都是很relevant 去有关这个家庭医生的 那譬如这个父产科 疑科 急症科 pallitive care 以及譬如精神科 那这样的 那我自己当时就觉得 这个支援治疗科 pallitive care 就真的很有意思的 那接着来呢 最后那一年呢 你就会做一个GP registrar 那你就会 其实就 分配在一个GP诊所那里 那在这一年呢 你就会有个GP trainer 他就会帮你 他就看着你的 那一年呢 你就会真正去GP診所那样 运作做一个GP去看病人 那也都会有一些很structure的教学日 这样的 那有没有一些exam 或者是一些考试要go through的呢 那GP registrar那一年呢 就是最后那一年呢 就考一个试 就叫做MRC GP Membership Royal College of General Practitioner 那这个试呢 就大概有三个part的 那第一呢 就叫做Apply Knowledge Test 就是在电脑上做的 那就是200个问题 就是考一下你的knowledge 的知识 那第二个part呢 就是不同的simulator consultations 那就是去看一些 好像演员的病人 那很多不同的situation 和scenario给你 那他就考一下你的 溝通能力 就是道德上的问题 和一些临床的知识 那第三个part 就是你是診所到的 那个GP trainer 跟你一起做的 你那一年有很多不同的 例子 consultation assessment 那这样的 那这三个part 就在这个 MRC GP的试试那里 那你考到这个试试呢 那Pasture 那你就是一个家庭医生了 哦 那继续 就是你刚才说 读医的medical degree 已经是五六年了 那跟着又再读specialty 又要读三年了 那其实夹夹起来 你要读八至九年 才可以成为到一个专科医生 或者是一个GP的 是的 就是五至六年是medical school 跟着两年是医院 跟着再三年去这个 GP speciality training 如果你已经读完三年了 的specialty 那出来是一个GP 读册的GP 那其实这个前途是怎样呢 就是有什么选择 是不是就是一定是在NHS的GP诊所那里做GP 那还是有其他东西可以做的呢 那你做了GP之后 那其实就有很多不同的选择的 那总共来说 有三个最重要的选择 那第一就是做GP Partner 那有GP Partner 就其实好像你进了一份生意那样的 那你可以就是做老板那样 就在一个practice里面通常会有其他的GP Partner 那有一个好呢 就是你可以 有一个say 可以复制你每天 如何去诊证 和你那份budget 如何去分配 那样 那但是薪资可能会 每个月都有少少不同 因为是一份生意 第二 你可以做一个salary GP salary GP就是一个职员 就是进了一个诊所里面 那些GP Partner是聘请你的 那你的薪资是定了的 那也都会有一些福利 例如sick pay maternity leave holiday 那所以如果你喜欢一份稳定的工作 那salary GP也是很好的 那你有个contract 就是指定了你会做些什么的工作 那样 第三就是GP Locum Locum是好像一个代理那样的GP 那样的 这个Locum GP 最好一样就是灵活性 那通常新资就是每天这样计算的 那样就是可能不会那么稳定 你要常常去找有没有Locum去做 那另外呢 那做一个GP 你都可以选择 做这个叫做GP Extended Roles 你可以自己专一些不同的科目 例如父产科 皮肤科 一些小手术 那样大家都可能也会常见到 GP with a specialist interest with extended role in women's health 那样 另外呢 又做GP呢 其实就是我们可以叫做portfolio GP 就是你除了做比如说Locum 或者做salary GP之外 你可以做其他东西的 那例如你可以做GP trainer 去Locum 去照顾另一个 就是在训练的GP 在这个practice上 甚至你可以做一些out of hours 去教学 去做一些我们叫做appraiser 就是你去评估其他GP 因为我们每年都要做一个appraisal 甚至你可以去监约那里做一个prison GP 那样 所以就是都可以是很多之多彩的 都你可以做很多不同的diploma 那些文憑给你去做 譬如说这个Diploma Royal College of Obstetric and Organicology DRCOG 另外一个是假计会的文憑 那样 那你都可以apply去做这些diploma 去增加自己的知识 或者如果你想去做这些extended roles 那你都会去做这些文憑 会不会那个人工很大分别的呢? 就是不同的业务 都有一些分别的 是的 那好像刚才所说 譬如你做一个GP partner 的话 那其实over all 总括来说 那个人工是 就是会比较高一点 因为你是卖了进去 好像一份生意那样的 那还有你那份生意 看一下 就是有时候一些GP practice 会有间藥房的 那又是你一份生意来的 但是近几年 因为政府的budget的分方面 那有时候GP partner 就是未必他赚的钱 是高过这个salary GP 是的 那 因为他都是看一下 究竟那个诊所 赚多少钱 再分给你 是的 是的 那salary GP就会稳定一些 是的 那个人工是稳定 就是他们 我们叫做一个sessional rate 那一个session是四个小时 那apply一个job的时候 你会 是的 每个practice都会不同的 就是给他们salary GP的sessional rate 那也都是GP local 那它的rate 也都是你 其实可以自己设定 你也是通常每天 你想 就是会赚多少钱 那样 那是一些诊所去找你的 那或者你去apply 看看哪里有这些代替工去做 那比较上呢 你的day rate是高过 譬如一个salary GP那份工的 但是当然有个危机制 你不稳定 工作坊 有时就 最好就是 譬如如果你找到一间診所 那有个 原来是maternity leave 放产假的 那有机会在那里做 那做六个月至一年 这样的local 那我们就会稳定一些 那为什么你会想做GP的 其实当初 为什么第二年你会想选做GP呢 那其实我就觉得做GP就很适合我自己 那第一就是很大灵活性 我可以很多选择 我亦都喜欢做GP 就是经常都会 就是见到一个人 不是只是医他的病 就是看他整个人的他的生活背景 那样 还有就是很多follow up的 那我自己都喜欢这么多的东西 还有可以很多样化 是很diverse的工作来的 那我觉得这个就很适合我 你现在NHS去做GP 那其实GP的工作 是包括什么的呢 他每一个诊所 其实他们的运作都有些不同的 那大概 譬如我经常来说 那我们上班一个NHSGP 就是早晨的话 那就去看病 跟他预约 那通常早晨呢 就会有12至15个的预约 10分钟的预约 那我们会去做一些admin 去一些家房 有时间去吃午餐 然后下午呢 我们就会有12至15个预约 那个面诊 通常或者是phone appointment 那其实这10分钟呢 就包括病人进来 我们去看病啊 检查身体啊 那还要写一些记录 那这样的 大概我们其实在GP里面 也有很大的部分的工作 就是我们的admin 那也佔了很多时间 做一件事 比如看我们的血液报告 要通知病人 我们下一步怎么做啊 医院又会寄很多信 那我们会去看那些信 我们有什么要action 或者通知病人 那也都 诊所里面 其他做事的人 都会传一些 例如一些task 给我们 我们去跟进 那另外病人 都会寄一些 比如说 一些prescription 那我们都要去做一件事 帮他们review 这样的 那大致上来说 我们就一天就是这样了 那有没有一些tips 可以给到想 想来到 即是想在英国做GP的朋友 我觉得 那做一个GP 可以讲一下 有什么 就是我觉得品格 或者品质是很用的 第一就是 比如我们常常会见人 所以就是communication skills 那些沟通能力 都很重要 还有要有共情 要有 empathy 对人也会有兴趣 因为我们当然 每次会见到很多人 会见到很多家庭 那样 还有做GP 因为我们在诊所里面 每人会说 立刻可以去做一些 測試 那样的 所以呢 你要去管理一些uncertainty 很多不确定的事情 那 要能够去管理这些事情 那当然 也可以看到有什么 就是严重的疾病 可以identify出来 还有有时候 我们都有些时间的压力 那样 所以都要去 都要有些时间管理 还有接受到压力 那都要 就是自己可以 independently自己做到的事情 还有就 和一个team去合作 那我也觉得是很重要的了 会不会是英国的GP 和香港的家庭科医生 就是我们楼下 比如伤风感冒 去看自己家庭科医生 就是那个关系是那么熟的呢? 是 那 那是 因为当你在一个诊所上 做了一段的时间 那 就要好呢 你真的会 真的会 懂得到一些病人 那他们 虽然我们有时候 只见他们10分钟 但是 我们会常见他们 譬如他们有一些 长期的疾病的话 那我们真的 可以形成到一个 relationship 那我觉得这个人是真的很好 可以做得到 是家庭医生的 就是一个 真是很好的 bonus 好像变成了朋友 有时候 是啊 是啊 那是一个 就是其中一个 我很喜欢做GP的事情 那你不是只是去医他的病 是真的去帮到他 全面的帮到他一个人的 虽然除了这些病 你会去他的社交方面 甚至他其他的担忧 憂慮 你都可以去 真的去帮到他 有没有 在做GP的十几年里面 遇过一些很难忘的病人 或者一些经历 是 是 其实这么多年来 有没有一个 就是几个案子 其实都很难说 只是表达出来的 但是呢 就是一些比较难忘的病人 对我来说 就是因为 就是一些 我见到一会儿 他在最初 他在診症的时候 或者刚刚认识的时候 可能是一些 Terminal的事情 比如一些癌症 那样 最难忘的是 一直跟他陪着 他这样的阶段 这个Journey 就是可以陪到他尾的 去他的家 就是帮到他 支援到他的家人 朋友 那些病人 我真的觉得是最难忘的 嗯 是 可能甚至乎 病人已经不在 可能家人也会回头 是 多谢你 表达他们有什么需要 都是找你 是的 麻烦了 汤医生 说了一些他背景的经验 希望可以帮到 上英国做GP的朋友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 那就可以看回这里 可以自己私底下 找汤医生 谈一下 这就是他的联络方法 今集麻烦了 谢谢唐尼山 谢谢唐尼山 嗯 是的 我是 可以帮到你们